各位,是我們節目第88週第二輯的播出 是2020年的3月3日星期二 今天二人未盡,我們繼續再批港華 港華,即是香港華人 我想大家可以把之前有兩集 不是整集都是講這個題目 但是中間有牽涉到黎明和光榮兵室 這個可以說是黎明對光榮 黎明對光榮裏面就產生了一些討論 這個討論我第一次講的時候 我還有一些保留,即是對那些港票的看法 但是其實我不是說要批評黎明 而是說,即是那個重點不是批評那個人 重點是黎明這個行動令到我 很抗拒,或者我身邊的朋友都很抗拒 很不安,然後我就在批評黎明裏面 指出了他們所犯的那個思維裏面的問題 然後就在中間引起我,啟發我 對那個香港人身份裏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要跟大家分享這件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從歷史再看回現在 就是說,我第一次講香港人不等同華人的時候 又引起很大的反應 有很多,甚至是新世代的本土派 都很抗拒這件事 所以我看到裡面原來是找到矛盾的核心 所以我就一直這樣推下去 今天呢,就希望作為一個總結篇 就是對我們怎樣向前走 怎樣去演繹這個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 我覺得很重要的 那我就由香港的形成那裏說 香港本身就不是中國的 這件事已經是離京半島 很多人會反感 香港不是中國的地方 那我就用了一個例子 我跟大家溫溫書 就說,在中環 現在的文化東方 那文化東方是不是等同於王后巷呢? 如果文化東方和王后巷 是兩件完全不同的物事 那樣,就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來的 不同的,totally different objects 那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什麼呢? 他在不同的時間領域裏面 是佔據同一塊地方 就是就是在,是吧? 這個遮打道對出 這個,在那個海旁 是介乎這個乾樂道中 和這個,德芙道中 應該是介乎乾樂道中和遮打道的中間的這個方塊 這個方塊是填出來的 就是說,原本那個島已經沒有名的了 這個島呢 是中國的領土 我同意,大清帝國 是中國的其中一個階段 那大清帝國的領土 也都可以叫做中國的領土 但是這個方島呢 那時候這個位置是海來的 那,就是 我要說的就是說 嗯 香港是完全是由英國做出來的一個概念 那,而香港人呢 就是在這個政治體裡面生活的公民 那,而這一點呢 就根本 沒有可能等同華人 但是這個香港人身份 或者香港人這個界別裡面呢 有很大部分都是華人來的 那所以呢 這個在邏輯上呢 是沒有得搏的了 那大家不要再 就是,就是 很多人很接受不了 啊,那我們都是華人 那你是而已 有很多香港人不是嘛 那我用了利君雅做一個例子 其實你可以用了儲簡寧 可以用了簡浩明 可以用了喬寶寶 可以用了馬里亞 可以用了馬里亞 肥媽 是吧 可以用了這個 嗯 就是 武漢 我現在不是說那個人的政治立場 那個是下一個 下一個題目來的 就是 有些是藍絲 有些是黃絲 就是這幫人 有很多都是南亞裔 但是有些不是南亞裔的 是吧 有那些土生蠔人的後代 有很多是 可能是 譬如說 杜麗莎 是菲律賓人的後代 是不是 杜德偉呢 杜德偉說他一半是菲律賓人 那就是說 其實 你香港人 怎麼可以等同華人呢 那現在我要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歷史上 根據我 你可以看回《金色圍城》這本書 歷史上的香港人都 有很多不是華人的嘛 那是來自五湖四海嘛 而香港這個城市 是完全是英國人做出來的嘛 那我們 我們再移一移 大家不要嫌我沉氣 把那些說的東西再說一次 因為我聽到 看到那些留言 我發覺大家是 解不到我要說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再移一移 我們做一些 或然歷史 烏有史 What if 如果當日英國即使打贏了鴉片戰爭 它要中國 要大清割的 譬如說周山群島 或者不知道哪裡 總之不是這個島 那你猜這塊東西上面會有些什麼呢 這塊東西上面 我想就好像中共改革開放之前的 橫琴島一樣 是不是 一個光秃秃的島 因為改革開放之前都沒有經濟有因的 那上面呢 有幾千個漁民和耕田的人 就在那裡曬鹹魚啊 在那裡種地啊 那樣 就是這樣咯 是不是 那你說這個香港整個概念 整個政治體 是怎樣出來的 是英國人做出來的 那我們又要看一下 如果沒有了英國人的因素 沒有了非華人的因素 這個香港人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這個島 強行叫做香港島 就是香港人 就是那個香港圍裡面的那些 那些耕田佬 是不是 還有現在你在橫琴 就是改革開放之前的橫琴 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 所以我們要看回 就是說 香港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其實 它的畫龍點睛呢 就是英國人的本子 就是 它是一個 一個很有可能性的 就是很有潛力的 一塊土地 那我們都可以這樣說的 你不同政治光譜 我和你開放一些討論 前海啊橫琴這些 或者浦東 上海的浦東新區 這些地方 在沒有改革 沒有經濟動力之前 都是一些 沉睡著的 一些 等待機會的 一些 一些 很有 很有 potential的 但是未曾 啟發 未曾開發的東西 所以 就是說 香港 是建立了一個 獨一無二的一件事 這件事 是和英國人的參與有關 但是 英國人的參與 是開了一個場地 還有 就是說 香港人的身份 其實跟華人沒有什麼關係 是因為那些華人 如果他不脫離那個華界 不脫離那個 中國的內地 他們是進入不了這個 不同的體制 是發揮不了它一次 潛流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實我們引以自豪 就是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 華人的身份認同 昨天沒有時間 就是 現在要保遺 不要說漏了 就是為什麼 由這個1842年去到 1997年 華人都建立不到 一個比較強烈一點 不是沒有 一個強烈一點的身份認同 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由1842年去到1950年 香港殖民地的政策 對華人是很寬容的 寬容反而害了你們 怎麼寬容呢 就是說 你所有的華人是自出自入 在華界進入英界 無論你進入來或者離開 你是完全放任 完全不查你 完全不管你 沒有染雞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廣東來香港 謀生的華人 是好過 就是 方便過去金山 去澳洲 或者去馬來西亞 南洋那些地方 那時候叫馬來亞 南洋 星洲 因為那些地方 你如果沒有本地政府的允許 你根本就變成了一個黑市人口 但是如果你是華人 在1950年之前 只要你是華裔的人 只要是 就是 你自稱是華裔的人 你走過來香港 謀生 這個殖民地政府 就任你進入了 那任你進入呢 如果那時候的華人 他們又 那個想法就是 叫樂業歸根 即使你是距離幾十華裏 你去到三水 南潘順 或者 就是台山也好 甚至去到台山那麼遠 比較遠一些 惠州等地 那這些華人 如果在香港發達 賺到錢 他就會回去鄉下賣屋 回去鄉下 娶老婆 然後呢 就樂業歸根 在那裡 又會繼續 是吧 就是 就是 繁衍他的後代 起碼有這樣的觀念 這一個呢就是歷史的東西來的 好像我這一代的人 全部都很清楚 甚至去到 我這一代的 跟著那兩代的人都清楚 就是說 雖然你可能三代都在香港生活 是吧 雖然你可能你爺爺呢 在清朝 或者民國初年已經來了香港 都沒有回過鄉下 但是你去讀書 去入小學 去寫搜冊 寫直冠呢 你就寫廣東番茹 廣東信德 廣東南海 是不是 這個 四一啊 台山啊 你要寫這些的 從來沒有一個香港的華人 即使在香港很多世代呢 是寫其他東西 當然那些水上人就沒得寫了 是吧 但是水上人呢 有時候他怕被人歧視呢 他可能都會作一個 廣州啊 或者怎麼樣 那 原居民呢 就是另一樣東西 原居民就可以寫了 即是他是 十四鄉這樣 或者是這個 錦田這樣 即是他可以這樣寫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除了這些原居民呢 就是另一個類別的 香港已經發展到很有規模 是吧 是吧 才有拓展戒指尊條 就是違反這幫人的意願 強行將他拿進來的 是1898年 而他們還打一場六日戰爭 抗拒英國的管治 好歹英國拿了你 是吧 如果英國不拿你 你那些 三年困難時期 大躍進你都死掉了 是吧 你一開始鬥地主就鬥了你先了 是吧 就是在49年之後 所以我要說的話 大部分的香港華人 因為殖民地政府那種寬容 以及他們跟廣東之間的交流 人員的交往 那個是自由放任 所以這些由廣東附近來的華人 即使是很多的世代 他們建立不了對香港的認同 但是他建立不了香港的認同 它是影響到香港的文化的 所以香港的文化呢 是華人那部分呢 是建立一個城市文化 我本書有講的 這個城市文化呢 就是以廣州的最高點 為一個皆無的 就是廣州的最高的精英文化呢 就是講自正康源的西關口音的廣州話 所以呢 也都解釋到 為什麼香港的 幫助人 香港的順德人 香港的 那些四一人 是吧 他們來了香港生活之後呢 他們 就不會講鄉下話的 起碼去做生意 比如他開一間藥材店 開一間金店 他又會講廣州話的 那就是說香港的文化呢 是移植至廣州 但是香港的文化移植至廣州呢 這個是華人的文化 那因為華人呢 是 港英政府對他們很寬容 而是沒有刻意 將他們歸英 就是在文化上 將他們歸英 那所以那些華人呢 那個身份認同呢 那個歸屬感呢 始終是建立不了 在這個殖民地本身 但是英國政府不是沒有做事 就是在這個十九四幾末期呢 就是他們已經建立了很多 教會和政府辦的學校 就像黃隱啊 英王啊 和聖保羅啊 聖保祿啊 拔萃啊 就是有很多教會辦的 和政府辦的學校 那這些學校裡面呢 就有一個很好的 英式的教育的 那這個英式的教育呢 就做了一班呢 是香港的華人的精英 那這些香港的華人精英呢 他們就有兩個面向的 他一方面呢 他們是 有一種歸英崇優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那個華人的根 譬如說你又寫回他的那個直觀 他都是寫廣東什麼 遜德這樣啊 是不是 他都不會寫香港或者九龍的啊 他也是這樣的啊 但是還有一件事呢 我想說呢 就是香港的華人精英裡面有例外 正如我在我本書到 就是《金色圍城》裡面 花了很多筆密去形容的 何啟爵士 何啟爵士在香港出生 他原本是南海西朝人 如果說他老爸的故鄉 但是他的爸爸呢 是中國早期的第一代的牧師來 那他就在這個南洋那裡 是跟著那些傳教士去學習英文 還有是做讀神學 然後呢 就按摩的 那所以 那個叫做何福堂 那何福堂來到香港發達呢 他有幾個身份 第一 他有一個海外華人的經歷 第二 他有一個基督徒的經歷 第三 他有一個傳道人 第四 他也是一個廣東人 那所以呢 在這個教育之下 何啟和他那九個兄弟呢 姊妹呢 他們全部呢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但是因為何啟本人呢 就是很小 十三歲呢 就去了英國讀寄宿學校 而呢 在英國的倫敦的林肯法律學院呢 是收筆這個律師的資格 然後成為一個執業的大律師 又去到蘇格蘭的阿巴丁呢 是讀醫 那成為一個 就是 一個內外傳科的醫生 那這個呢 是當時很少有的精英 而回到香港之後呢 這個何啟的身份認同呢 就有一個 起了一個變化 就是我們看到呢 何啟自從 他很小時候 他就 或者我們所有他的所有照片呢 從來都沒有穿塘裝 或者是 有條鞭在旁邊 一直都是穿細裝 還有他在英國 不只是 收到兩個學位 就是成為一個醫生和律師 大律師應該說 他還有呢 還是娶了一個英國的 國會議員的太太 做他 不是 女兒做的太太 那我們看到呢 就是 這個身份認同的 微妙的地方 香港的精英呢 其實 他的歸屬感呢 就是 或者他認同的地方 他的家鄉呢 其實就是殖民地 英屬香港 那麼 另一個我要舉個例子呢 就是 香港第一代的華人高官 就是 香港的徐家祥 破 破崔 這個徐家祥呢 就在1941年 香港淪陷的時候呢 是在港大讀書 那麼就走爛回到大陸 然後呢 就碰到當時 港大的醫學院的教授 賴廉士呢 就加入了這個英軍服務團 那麼而徐家祥的 他是 這個 五華人 廣東五華組織 那麼徐家祥還有一個背景的 就是他的 父親呢 是一個健成的天主教徒 而他的父親呢 他的父親呢 是創立了香港 和九龍的華人書院 那麼這個華人書院呢 是因為他是 是一個天主教的學校 和南校 所以呢 就在這個 徐家祥的父親 後來沒有法治兼顧 那個學校務的時候呢 就將他交給那些神父去管理 那麼這個就是 現在的華人 為什麼會是一個 天主教會的學校 即是原本 是華人自己創辦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說 整個呢 還有天主教的背景 以及在香港的背景 那麼而徐家祥呢 他本身呢 他看不到他任何的傳記裡面 反映到呢 他有任何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他有的是對殖民地的忠誠 以及對香港的認同 那麼呢 他以一個華人出身 而他父親呢 是華人的創辦人 而是直入這個香港大學 所以是香港精英的精英 而後來呢 就在走爛的時候呢 跟隨這個 我講是賴廉士呢 以及當時呢 有幾個人的啊 英軍服務團的骨幹呢 是有幾個人 那個指揮官呢 就是賴廉士 就是港大醫學院的生理系教授 那麼另外呢 就有一個殖民地的政務官呢 就叫做何禮民 那麼還有一個呢 就是和記洋行的大班 奇德專 這幾個就是核心人物 另外還有很多人的 裡面呢 如果說族裔來講呢 有印裔 華裔 還有英裔 有澳洲 蘇格蘭 什麼都有 但是全部呢 都是效忠於英國 是要抵抗日本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 這一件事呢 就是這個中 香港啊 sorry 香港的這個精英 那個身份認同 在這個危難中 在戰爭裡面 在淪陷的時期 是連結在一起的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呢 後來啊 去到六十年代尾 第一次中文運動的時候呢 政府裡面 就是殖民地政府裡面的 高級官員 當時的 何禮民和 徐家祥呢 就是徐家祥應該是第一個 華民政務司 是華人做的 然後呢就是 副政司 就是這個何禮民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兩位人士呢 是極力抗拒這個所謂 中文運動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你不要誤會他們 不愛香港 所以說 何禮民呢 他幾十年都在香港生活 是沒有回到英國的 而何禮民是一個精通各種 廣東謊言的殖民地官員 在做這個英軍服務團的時候 沒有生命危險 喬莊打扮呢 是扮一些鄉下佬 耕田佬 因為他身材比較瘦小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鬼佬 是吧 而這個賴廉士呢 就是在戰前已經在港大教書 在英軍服務團的那個 服務結束 因為和平了 不需要了 那就是復原了之後 又回到港大 然後再擔任香港大學的校長 做了十幾年 他到死都在香港 度過他一生 就是這些 何禮民 賴廉士 徐家祥 這些完全堅定愛香港的 課真價實的香港人 他們有白人 有黃種人 有來自澳洲的賴廉士 有來自英國的何禮民 但是個個都是以香港為家 在香港中老 是吧 就是差不多了 因為何禮民退休之後 就去了希臘 但是在他健康不好 他又回來香港 然後就死了 就是那時候 就是退休之後 因為年老多病 那我們看到這些人 就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所以香港人呢 是從一開始 就沒有一個血緣 種族 還有一個族裔的一個界線 在裡面 但是一定要認同一些東西 所以去到這裡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大部分的香港華人 因為政府政策的寬容 和缺少這個 對廣東和香港那個 移民的限制 那他們的華人的傳統觀念 他們那個身份認同 或者他樂業歸根 全部都是認同他原本的故鄉 但是去到1950年 政府政策改變 是因為共產黨 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 已經再將它無限制的包容 是不可行 所以就只有單向 就是大陸逃離香港的難民 我們知道 自從中共建政之後 就慘絕人環的災難 不停地上演 所以一直到毛澤東死之前 都有大批的難民潮 不停地湧來香港 當然在60年代 大饑荒的時候 就最多了 但是除了這個 我們知道 去到差不多 很多毛澤東死了 鄧小平還未曾改革開放 還未曾推出 那時候還有所謂抵擂政策 很多那些阿燦 那些所謂都是經濟的難民 因為在大陸沒有發展謀生 所以來了香港 我們看到一件事 慢慢在80年代 就形成華人對香港的身份認同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來了香港之後 不可以回到大陸 即是在50年之前 就可以來去治愈的 但是在50年之後 去大陸都沒有意思了 因為大陸已經赤化了 是不是 所有的生意 所有的私有產權 都沒有了 那所以呢 他們不可以回大陸 娶女婆 買屋 買田買地 這些事情不行了 所以那些 因為經濟 或者種種原因 偷渡來香港的 大批的大陸人 都在廣東附近 來了香港之後 就死死地地 就在香港了 所以他們的下一代 也都沒有了再去大陸的想法 但是我看到一件事 就說香港的精英 他們那種國族觀念 是太強烈了 即是那些華人的精英 所以去到 其實這個是全球都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我們見到 70年代初 是有所謂學生運動的覺醒 其實就是兩件事 一樣叫做補釣 一樣叫做中文 中文運動和補釣 補釣最初是台灣的留學生 在美加等地發動 這是一個給中共大量利用的 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運動 現在看起來是很荒謬的 因為釣魚台根本 從這個法理上就不知道 其實是沒有定案 究竟屬不屬於中國 這件事其實是沒有定案 第一 第二 他根本也沒有人在那裡住 第三 他本身 這麼多年之後 什麼的開發都沒有 其實是沒有任何經濟利益 根本這件事是反映不到 日本的軍國主義復迫 根本沒有這件事 是不是 所以為了補釣 而去犧牲的聖命 我認為是 死了都是愚蠢的 是吧 其中有一個叫做陳旭祥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所謂香港的中文運動 這件事我認為有中共在背後滲透 而是打亂了香港人 原本應該有的那種身份認同 因為他就要令到香港人 那個向心力 香港的華人 是向心力向了大陸 是北望神舟 是不是 我們看到當日的 補釣的旗手 岑建勳是其中一個 他表面上是一個隔馬門 但是其實岑建勳是一個什麼人呢 他原來現在是中華膠 來的 隔馬門 是不是 托洛斯基主義 應該工人無祖國的 應該托洛斯基那一套的 繼續革命 是不是 全球輸出革命 其實你沒有可能 有一種愛大中華的感覺 但是 他們在香港做反之反直 就搞這個中文運動 弄了一首叫做中文運動歌 就是用國語來唱的 香港人根本不是講國語的 為什麼用國語來唱呢 是不是 香港華人有四百萬 中文沒落八百多年 華人不能用華語 其實你想想一件事情 這個是英國人創立的一個英國殖民地 但是 你在這裡讀書 在這裡進入政府做事 或者 在公事上使用英文 是不是理所當然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回大陸 是不是 因為 英國人從來都不阻止華人回大陸 是不是 正如我們看到直播羅陀 那些人是講英文還是西班牙文呢 是我們用腳來選擇 用腳來投票的嘛 那現在看回幾十年看回 就很荒謬的 但是 當時好像就說 殖民地壓迫我們了 不讓那些華人 有同等的地位了 歧視那些華人 那所以講到這裡呢 就是我一直要帶出的這個主題 我集集都要講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說香港人不等同華人呢 其實我要講的一件事就是說 無論他們的數目幾小都好 那些非華人的香港人 就是早期的遮打 摩地 比利羅斯 後來的這個沙孫家道理 是不是 然後去到 現在我們在眼前見到 活躍於政界的 例如儲簡寧 武漢 簡浩銘 和這個 或者新聞界的利君雅 這些人呢 當然有很多是南亞裔人 但是其實 他們 是完全不是華人的嘛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認為華人 就代表 香港 那你們對這幫人是公不公平呢 其實我們知道 很多南亞裔的人 在香港幾代 在回歸之後呢 就是主權而交 他稱為回歸 是他們 是沒有辦法 可以拿到一個 跟我們公平平等的 香港人的 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這個是反過來 是我們的香港華人 是歧視他們 所以我要批 就是批這一點 那所以呢 其實我要說 就是說 因為香港 始終都是 大部分 是華人的社會 但是這些華人 他們是跟那個大陸 脫離了很久 所以呢 他們在香港 就有自己的生活形態 但是因為 他們是華人社會為主 而少數席 族裔為父 他們通常用的語言 就是香港的廣東話 最初 發言的香港廣東話 跟圍村話無關 跟客家話無關 也都不是跟那些鄉下話 就是順德、潘瑜 那些什麼三水話 全部無關 台山話無關 就在廣州那裡來 但是因為經過百多年的分隔 所以香港的廣東話 和廣州的廣東話 就已經有明顯的差別了 你們看一下那套 叫做 低俗喜劇 裡面鄭忠基所講的 那些大陸人的廣東話 其實他連粗口 用的那些詞 跟香港人用的粗口 都是不同 還有我看到孫中山的倫敦 《蒙難記》裡面所講的 就是說 其實當時在香港做生意的華人 他們因為有些是潮山人 有些是台山人 有些是廣東人 大家無法溝通 他們是用英語來溝通 這個就是香港殖民地的特色 所以香港的少數族裔 例如剛才講的那些南亞裔 他們自然會講流利的廣東話 所以這個廣東話 就是香港人的 這個叫做 Lingua Franca Lingua Franca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流通語言 那這樣東西 就是和英語 是有同等的地位 所以我們看到 中文和英文是同樣被重視 在香港是有道理的 英國的殖民地的統治者都同意 但是有一件事 就現在給了個位子 中共進入的 就是當日兩次中文運動 是從來沒有講過 那個口語的中文 究竟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 我們知道那個書寫的中文 大家沒有異議 法庭上是可以用中文 但是你留意一件事 雖然沒有講清楚 但是香港的法庭的公認的兩種語文 如果是講spoken 是講口語 是英語和廣東話 如果你是講普通話 或者國語的 或者其他中國的謊言 你來到香港 你就不可以 就這樣走上法庭上 講那些中國的謊言 是不是 無論你是上海話 潮州話 或者國語都好 在香港來說 都不是有法定地位 但是如果你在法庭上 無論是自辯 或者盤問證人 你可以用香港的廣東話 它有和英語同等的地位 但是因為中文運動之後 就留了一個原念 就在那個法律的條文裡面 沒有講清楚 這個公事上使用的中文 如果口語究竟是什麼 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為什麼呢 講到這裡呢 大家應該明白 廣東話和國語 是兩個不同的language 就是 有很多人就說 聯合國通過了 廣東話正式成為一個語言 這些是假消息 因為language和dialect 就是方言和語言 其實是一個政治權力之下的產物 如果我們單純從語言學來講 廣東話和上海話和何樂語 就是那些潮山人講的話 或者閩南人講的話 和北方的普通話 可以叫國語 他們之間是根本不能溝通 我又講回 孫中山在1896年所寫的倫敦蒙難記裡面 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華人來自五回四海 根本不能溝通 所以他們在1895年的廣州起義 就在惠州找到一班革命義士 就跑來廣州 因為他們語言不通 便於調配和不會出亂子 就是這樣的情況 他是在那本書裡說的 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真正 是從實質的語言的特性來講 香港的廣東話和北方的國語 是兩個不同的語言來的 實際上是這樣 所以在香港 我們如果要保衛我們的語言 我們就要 就是這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人的一個自治體 就是講廣東話 在這個民族主義的興起 然後接著有法國的大革命 和德國的狂飆運動 就是差不多同時 就是這個啟蒙和狂飆運動 然後接著就有法國大革命 這個就是由18世紀中業 去到18世紀的末業 我們看到 就是法國 就是講一種 比較上高調的所謂公民民族主義 這件事很難行得通 但是在狂飆運動的旗手 其中一位叫做海德爾 就是這位哲學家 和文學批評家 他是歌德同時的 一個很重要的德國思想家 他和德國很出名的一位探險家 洪寶特 大家都是齊名的 而這一幫德國的學者 精英和思想家 洪寶特和海德爾 他們提出一個論點 就是用語言來界定民族 他是不需要講血緣的 也不是說我的民族 比你的民族更偉大 但是只要我們講共同的語言 我們就同一種民族 這個就是狂飆運動時期 的海德爾所提出的見解 所以我們看到當時 這個神聖羅馬帝國還沒有解體 而還是距離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 還是非常之遙遠 是去到一百年之後 是吧 在卑斯默做首相的時候 打贏這個普法戰爭 普魯士先是用他的強大的國家力量 統一了所有的德國 德裔的小國 然後建立一個德爾治帝國 這個是去到一百年之後 我們講的是十九世紀 1871年 我們看到這個十八世紀 狂飆運動的時候 他們還是提倡一種 德國的民族主義 而他因為當時我們看到 在萊恩河上面 一些小的國家 或者小的諸侯國 全部都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大散之下 而這個神聖羅馬帝國 大部分都是條頓人 那些所謂日耳曼人 就散居歐洲各地 其實他們沒有一種種族的歧視 也沒有一種貶低其他民族 但是根據海德爾所說 我們如果說日耳曼語 就是說德語 我們就應該要建立我們共同的身份認同 用言語來區分 我說這麼久 就是說因為我們香港人 就是講香港的廣東話 所以這個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因為我們現在要對抗一個極權的暴政 所以這一種的身份認同 是更加寶貴 這個就是在英治時期我們不珍惜 我們還用國語去唱中文法定歌 去搞那些中文運動 去保衛那個不知所謂的釣魚台 是不是 去反對英國大卓爾夫人 堅持三條條約有效 我們做了這些錯事 我們懺悔一輩子都保不上 但是去到現在呢 我們有這麼多人幫我們 哪些人幫我們啊 就是除了我們經常講的尼君雅之外 還有智利仔 是不是 智利仔是什麼人呢 就是智利人 但是智利仔唱什麼 唱海闊天空嘛 智利仔跟我們的connect是什麼 就是廣東話 所以在這裡黎明對光榮 就很清晰了 就說我們的時代革命 我們為什麼要光復香港呢 就是要拿回我們的主權 拿回我們的尊嚴 去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的土地 這件事情本來應該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原本相信的1984年的 中英聯合聲明是講得很清楚 這個是我們應該有的事情 然後在這片土地裡面 是實行雙普選 達至一個自由民主的一個政治體 是不是 那可惜 可惜我們對付的是 詭計多端 講一套做一套 是本質非常之邪惡的 邪惡的一個馬列政黨 所以他們30年前說的東西 現在就當沒有說過 是吧 所以現在去到這裡呢 我們也沒有路走 但是如果我們 沒有一條順利的坦途可以走 應該說 所以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要在一個廣泛的非族裔 非血統 非種族的環境之下 重構我們香港人的文化和歷史 就是從這個184年到1997年的 我們那套典章制度 然後將一些失去的東西 重新建構出來 是不是 那麼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一種進步的東西 這個就是光復香港 這個時代革命的象徵 就是我們看到 是不是 為什麼香港人不可以講廣東話 為什麼你來到我們的地方 你要當我們是你一部分 是不是 你港漂如果尊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呢 你就要跟我們講廣東話 智利仔跟我們講廣東話 如果你不懂的話呢 而我這麼碰巧 我是懂這個普通話呢 我就當你一個外國人這樣去尊重你 然後可以去尊重你 是不是 就是正如一個法國人來到香港 要支持我們的民主運動 但是這個法國人呢 又不懂英文 又不懂廣東話的 那碰巧我們的員工裡面 有一個懂法文的 就用法文跟你翻譯了 那我們視你為外國人的 但是現在有一個心態好錯呢 就是說強國來的人 他們只懂這個普通話呢 他們就可以公然地用這個身份 成為一個新香港人 這個其實也是問題的 其中一個主要最尖銳的矛盾 是我們一定要反對的 那講到這裡呢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要繼續抗爭 香港人反抗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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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